其實對成年人來說 桂尼有時候其實是辛苦的 因為都要籌錢 紅包 桂尼總是要採購 那有一個網友他說 他過年就噴了六萬 他說家族間的關係 是有變得比較緊密 但是他說存款大失血 一年因為包包丁丁都要花六萬這樣子 那這個周老師 你說四十歲的時候 讓你永生難忘的年 對 那個時候 四十幾歲的時候 我常常都要 都去日本 大家送錢 這樣在臺灣 所以臺灣其實生意變得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差不多過年的時候 都回到臺灣 所以差不多過年的時候 我們 因為我們這是自由業 是手臉賺錢 就是有收入就有錢 沒有收入就是沒有錢 所以銀行不得就有錢 那那個時候 應該就是說我們大冠 剛好生病 生病 因為大家都來便宜來顧 那時候那個什麼 看護沒有那麼 現在流起來了 那時候看護又跪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我們小姐就對了 小姑都不可能自己顧 因為小姑都說怎麼樣 我們是嫁出去的女兒 潑出去的水 我們沒在自己顧 如果小姐就是要叫先生要上班 現在小姐來跟我們做的顧 來講的時候 因為小姐 他送的那個 他是去外國 回家後 所以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在 沒有 過來沒有投入 但是問題是已經有賺錢了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試試一個 我試試一個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個人而已 你如果不不夠 你怎麼不帶 不不不夠 每行都沒有 我試 因為我一個人賺錢 我要良家這邊的人 我還有我們家的人 還有你們這邊的人 一大廳還有小孩 還有小孩要討主要做什麼 我說我真的試試一個 因為我一個人賺錢 整個東西都愛醫館 所以除了我先生 那個時候在上班以外 結果後來我們就回到家裡來 就回來的時候 差不多要嫁娘 他真的生活費 真的都沒錢 沒錢的時候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打官 剛才好像差不多那種感覺 那因為他們就說 要生人一人 放一點錢 譬如說你拿多少 你拿多少 拿多少 再放作會 放著紅包 放在打官 會落地那裡 他怕說剛才沒錢的時候 先去不早錢 這個叫手買錢 那大家都輕輕地放在那裡 但是那時候我今年真的 真的很沒錢 真的都那樣 但是我不是完全沒有錢 我是有日幣 沒有台幣 那時候我心想 我自己意想天開 我想說 我現在把你這個日幣 我拿來放在我們打官的時候 反正你也是錢 你這句話沒用 我就把你放在這裡 不然你的台幣拿來用 這個台幣 那時候台幣差不多萬幾塊而已 然後一萬多塊 好了我就拿去拿去用 因為你要張羅要買 買紀念的東西 什麼地方都要用 好 我們就都張羅 就買了 今天這麼擠進 我們大鍋燒鍋要回來了 你看一來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就傳東西搶他們了 搶他們就沒問題了 他就知道他照意把我們打官 淋漏鍋子 那漏鍋子就淋起來想說 怎麼變日幣 開始一直把我黏了 不要說黏 是黏 就一直黏說 這不行這樣做 因為他這個 我們就是要給他做手買錢 他就是只能說 不能用日幣 日幣就是錢 我是想說先把他翻炫一下 我們頭部比較翹 我再翻炫一下 我說不行 他看著我把這些錢要全部拿 他覺得花了而已 我是不是三十 拿去買 拿去用 現在花了而已 你就沒有那些錢 他硬要我把這些錢拿來 把它用台幣 還換錢回去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變成怎樣 花了買去哪裡會賺錢 還賺錢 還賺錢 也不敢開口 就只好怎麼樣 把我們老母 我們老爸 那包給他們的紅包錢 都給他拿回來 那孩子的紅包錢 我說你們在問什麼 孩子錢 有的時候還有 還有十塊的 還有包到那種 結果都給他收收 收到買了 我那個 我們大冬的那個 紅包都在裡面放 萬幾塊裡面 還有十塊的 這樣一堆這樣一 放下去這樣就對了 那個時候 來用後 他們才 臉色才改變 我就這樣日幣換 拿起來 換台幣下去 那個時候心裡面 就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會 捕到真正的 痛苦 說別說慘慘 就是真的有時候真的 你沒去想到說 你是不是 像說 大家都有這種情形 譬如說我幾年的時候 剛才沒錢 其實沒錢 我們應該怎樣 可以先去拿一張 先放在家 幾年過我錢 禮拜之後我再現 都可以 我可以是這樣做 但是我一想天開 想說我們大冬那裡就有 我就拿來 我用日幣把它放 沒錯 所以你四十幾歲的時候 你也會治療很辛苦 對 還有一段 一段身前辛苦 所以你越來越好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說 剛才剛才說 那些女生 說女生 不能回家 家衛 不能回家 說家衛 外交會衰 衰落下去 那個都是不見得 因為你如果不賺 一定會衰 你如果要賺 來說是問題 所以我常說 我很愛賺錢 我很愛賺錢 我真認真賺錢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要賺 所以我的女生 其實都怎麼樣 都三十萬 就回來了 有時候三十萬 更換一個 是不是催 你如果過一段 過十二點完 你就找他 我們不要被那種觀念 所以觀念是錯誤的 我一樣這幾年 應該說 差不多三四十年 我一致 一直都是怎麼樣 很認真 只要看到錢 我沒有可能 跟客人說 我今天休息 我絕對不可能 我一樣 就是所以我禮拜六 禮拜天 只要休息 有錢好賺 有錢好賺 我就一定賺錢 我絕對沒有休息 所以這個就是 你的觀念 你的觀念 你如果覺得說你賺錢 但是我不是完全 你賺錢讓你快樂 有成就感 不是說一直在賺錢 我會把 像我們剃圖的時間 我會把時間 攔起來 我這段時間去剃圖 我就可能就是這樣去剃圖 但是賺錢的時候 我絕對沒有 休息禮拜六禮拜沒有 好 這個講到過年花錢 小胖 你也旅行社的老闆 是啊 你真的要剃多少 這個 我們講到說 不管說 剛好我們這個年紀 以下周老師那個年紀 其實我賺過面了 年紀到了 我也已經你的积蓄了 像我們這個還在拚 上有老 下有小 公司還有員工 好 現在會有個這樣 你要訂一些飯店或機票 錢都付了 幫都付出去 可是客人還沒有收 你只能收微博的訂金 就是給航空公司而已 你知道這樣過年 我們臺灣人還有一個月 過年之前沒用 過年 東西都要清 好啦 加上過完年後 這個讀大學要繳學費 那個讀大學要繳學費 還有一檔 你算起來有時候過年的時候 開始算 人家說年一天好過 日子就拍過 想想過年 又過了那一天 跟他去講話找他 你知道嗎 那張羅德這檔 有時候動輒將近一兩百 你要籌一兩百萬 對 年初開始要 你這個要給錢 要給他結帳 但是你收了訂金 我不可能跟人家說 不好意思 你現在三個月要出去 你團費都很高 不可能 那就你必須你就先電 先電完以後 你還發覺 這個要錢 那個要錢 這個要錢 那過去五萬婚 那三年你不是更苦 對 我跟你說 都沒有 一點收入都沒有 也沒有 你要付出去 人家付那個都沒有 那你現在怎麼辦 我剛才過年的時候 現在跟 媽說 以前我們大家族 這個包那個包那個 要去逼 怎麼 跟 媽說 我們車載一下 我們在誒槓 來誒槓 躲在 對 我們在誒槓 製作 不好意思 我們拜託了要去歷徒 紅包也不用軍 你也不用保我們 就這樣子 就父母親 那裡三十分 媽媽 給你 好 我整個 我摧了 我們要去歷徒 就這樣子 你就不用買多少 就不用看朋友帶孩子來 一次又帶三四個 不然我再跑來打麻糬 不然這隻就說 你跑去打麻糬 就沒錢 還回去打麻糬 那輸我就好了 那常常會有一個一到過年 像我們這個 下面要註冊 下面要包紅包 四大塊包 公司塊的種 還要打 你要等到過年後 你要打麻糬 打麻糬 整個人打麻糬 你說要吃得好 那你面上有三個個個嗎 三個個個 那會比到紅包大細包嗎 我們會 因為我們家有那個 我們堂兄 堂兄在那裡三個 我拜託是 有時候堂兄在包的時候 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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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時候就一棟 很大棟給他 一棟 這麼大棟 五六萬這樣 六萬塊 阿伯 他做建造的嘛 所以他比較有 他比較沒有的時候 你今天去問 你今天說 我今天努力室比較好 我今天包五萬 阿伯 他包三萬 好了 你四個 後來你自己包 後來你自己處理好了 今天怎麼處理 會有個狀況是 你沒有尊重老大 所以我們去問 剛才你今天要包一下阿伯 你包一萬 我就包八千 剛才包一千 你包八百這樣嗎 沒什麼 看他 因為每個人條件不一樣 比較有倒楣的 我們老三 老二 我們第二 因為帶老婆離婚了 孩子又給大家平 開客人車 好啊 他要怎麼包 這些孫子都要叫 七個都要包 還有老婆 老母 要貪一萬三 他包一萬都沒辦法回來了 他沒筋了 對啊 年夜飯吃完了 紅包給你們傳的 你知道 說這樣我二哥也有點心酸 現在過年 還不是 行李稿我來跑 我來找錢 故意 故意就躲開了 其實我們也知道 要給人家過年 幫你包包 你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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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幹什麼 車載就出來了 我們看來也心酸 收集起來會心酸 就跟一家跟我們小子跟前後說 阿伯包不要收 拿個紅包 拿個紅 紅粗肉這樣就好了 意思意思 說阿伯我給你拿紅包就好 二哥幾歲 二哥多我八歲 六十幾歲 六十三 六十四 辛苦了 對啊 你因為你就必須得這樣子 他就是因為他的環境不好 條件不好 他就必須得這樣躲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